嗨 大家好 又回到我的頻道 我已經開始了我的追遣散費計劃 其實遣散費就要做滿五年以上 在你人工的三分之二乘以連資 但最高的限額都是15000元來計的 基本上香港的法例 人工或遣散費都要七天內清掉給員工 很可惜我遇上的是西西利亞公子 當然裏面亦有西西利亞的親戚 基於西西利亞公子 他覺得過了七年就不能再追究了 所以他很安心地覺得是不接納的勞工處 而西西利亞的國民或者是他們的親朋戚友 就覺得我應該寫信或者是用WhatsApp通知 去申請我上去開一個會 來講這件事我應該是賠償給我多少錢 他們說真是漠視香港的法律 你知道最高刑罰是要罰給政府35萬及3年監禁嗎 我還要去申請嗎 我已經過了很久了 這個年期其實不等於七年不能追 而是你過了半年後追 法律保障的基金未必會保障你 即是視乎那間公司有沒有錢賠 如果那間公司是有錢賠的 那就不需要保障了對不對 我想這位西西利亞公子 是因為整個地球的法律都是他處理或設定規則的 就是他的意思說我應該去申請了才好跟他們說話 即是如果不是有血緣關係 我只是拍桌子 你是誰 他也完全不覺得自己是犯法 即是你不是漠視我 你是漠視政府的法例 不是啊 訂閱者也說得很對 為何是我的東西我自己不拿回 為何我要屈走呢 我不明白 竟然 既然那個勞工處或者是 政府有些規則設定的時候 那當然我是要爭取我自己本身應有的東西 加上我又不是偷又不是搶 我亦都不是做一些犯法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一群除了西西利亞的國民之外 還吃天生雪蓮帶 全部的東西都離開了 而勞工處今次已經說我這件案件 不需要讓我調停的房間 可以直接上card了 即是基本上我遞交所有文件 然後就可以立即排期上card 而我在這段期間 亦都好言相勸 再告訴他 你這樣做 犯法有機會罰款35萬元 或者最高刑罰是三年監禁期 未including要賠償給我的錢 還要罰你遲了多少百利息 但是他們好像說明天要立即開個緊急會 其實這群人已經為了這個問題 開了一二三四五次 五次左右 那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過了七年應該沒得追的 可以不用理會 嘩 即是不要告訴我這群人是有血緣的關係 我想死掉 而今次我分享到這裡 下次我會再分享後續的 敬請留意